我们再来看Test 那Test你会发现这个公式 显然比刚刚REPT 来的简单太多太多了 REPT是先REPT 加LEN然后再加一个 那个储存格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想要把它改成 Test函数的话 那做法 再来看一下 那不过我建议各位如果要练习 那个Test函数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 把目前的这个综合练习 你在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复制的方法很简单 那你按右键这边有一个移动或复制 或者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方法 你拖拉加Ctrl键 拖拉的时候拖拉到右边 按Ctrl键 然后呢把那个 左键把它放开 OK那这样的话 把左键放开之后 就会多出 一个一模一样的 这个工作表 那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一个工作表里面的公式 换成Test的话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把REPT加LEN 这个后面的公式 先delete掉 比如说从endREPT加LEN 那把它恢复成原来的状 就0911一个简号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改成用那个什么呢 就是用这个Test的话呢 那我们接下来 记得哦 在这边我们刚刚按右键出称格式 里面的话制定 这边是三个零 所以你把这制定里面的这个三个零 把它放在那个Test里面的第二个参数 就是它的FormatTest 也就是说 以后呢 如果说你将来 会希望把你看到的变成真正 你要转换成那样的一个文字格式的文字的资料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把制定里面的这一串东西 放在FormatTest就可以 所以我们把它记下 三个零嘛 所以取消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你就直接在这边 游标放在这个公式的后面 然后呢 再一样嘛 end end后面的话呢 就是084 我们现在看到 如果要真的变成转换成那样 就是插入函数 找到文字类里面的Test 所以它大概比较下面 T开头的 在这里 那它底下也有说明 将这个什么呢 数字格式转换为文字 所以其实数字转文字这个也可以 然后按确定 它会要两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就是你的Value Value的话就是你的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里 过来的资料应该是84 虽然它表面上看到08 但实际上它里面实际上就存的是84 这个数字 那我要转换成什么样的格式呢 转换的格式就是记得 只要是Test 一定先加前后双引号 反正你看到Test 基本上都是前后要加双引号 然后呢 就把刚刚的制定里面的那个公式就是00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3个0 如果不足3码的话 那自动补一个0 OK 所以你会发现它就自动格搜 反正呢 最后一定是3码就对了 但你想说老师这样 如果我要4码怎么办 4码就再补一个0 不就好 5码再补一个0 不就好了 OK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用这样的规则 那至于说呢 这个所谓的Format Test 其实还有蛮多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这边有个函数说明 里面的话有针对 包含数字 包含日期 包含其他相关格式 其实里面都有 你其实可以直接拿来 把那个范例里面的格式拿来套用 其实就可以套用出非常多的效果出来了 OK 好 那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最后的结果呢 084就出来了 OK 而且你会发现 这边的相对的 这个公式 其实也会减短许多 所以 我们如果说 假设用Test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完成 所以End一个Test的一个 这个格式化 就是把这个 本来的84 把它放到这边来 然后经过000之后 就转换出来之后 就是真正的084 OK 好 所以转完之后 那一样 莫码当然我们就可以把它再利用类似刚刚的方法 End一个简号 然后End一个Test 这个公式复制 再贴到后面来之后 帮我把这个改成H4 那这样就OK的 所以打个勾 那我们就完成需要的结果啦 OK 那当然呢 其他Test 有蛮多可以应用的点啦 那当然 只要是你有格式 当然就可以做出我们的结果啦 OK 另外的话呢 另外的话呢 我后面有一个练习题啦 跟各位讲因为后来发现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用的是繁体中文的版本 那你们用的是英文版 所以呢 英文版里面就没有所谓的民国年 那我的讲义里面跟我现在用的版本 因为是繁体中文版 跟各位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没有关系 所以理论上呢 你们看到的应该就不会是像这样的繁体中文 就是民国啦 所以那我把它改成跟各位一样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呢 我没有 你们应该没有这个中华民国历啦 理论上应该就是西历 所以呢 我如果改的话 我把它改成标准的 比如说我应该显示出来 长得像这样 OK 比如说显示出来就是 甚至是这一题 1981 那假如说啦 我如果后面希望统计 统计什么呢 统计就是说 到底我们会员里面 哪一个年次的人 如果以 假设我们 就是台湾习惯的 这个分类方式 就是几年级生 比如说这边会员到底 五年级生多呢 还是六年级 还是七年级生多呢 当然我们就需要什么 需要把它做一个统计分析 那统计分析我希望最后的结果 最后的报表是希望说呢 可以用视觉化的方式呈现 那怎么样视觉化呈现 就是最后我希望除了有一个统计结果之外 另外呢可以帮我画个图 那这个地方当然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结合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跟枢纽分析图 其实就可以很快做出来 那只是说啦 这个顺便延伸性的说明 那因为工作上很多时候是 你要做枢纽分析之前 你必须要有对应的栏位 也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栏位的话 你要统计说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当然另外一种做法是 你可以直接在枢纽分析表里面 再去做计算 可是我相对不建议 因为它有计算栏位 但是非常难用 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如果一个简单逻辑 假如说你要统计的是年次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 先产生年次的那个栏位 如果你没有那个栏位 那你就把它变出来 那可是要怎么把它变出来 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边 加一个年次的栏好了 也许就是I栏 然后帮我把它的格式 跟这边的比如说生日 用那个刷子 复制格式一下 把它刷过来 OK年次有了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边显示出来的是 就是那个什么呢 民国年 那民国年有个规则 就减1911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 先取得这个的年次 有没有 先取得年 所以这边的话 延伸性就是需要 再利用一个函数叫义尔 取得年之后 再把它减掉1911 那我们有这个资料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 这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苏纽分析表的话 在插入里面就有 苏纽分析表 那就可以做出呢 我们要的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如何再利用 苏纽分析表 帮我产生 我需要的统计分析的图表 OK 那这边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把那个刚刚的test先完成 那我把那个分享先暂停 那请各位接着继续再 试着做做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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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